中国人喜欢简单 绝对不喜欢麻烦 不像印度人 印度人喜欢麻烦 说得越详细越好 中国人讲究什么 点到为止 别啰嗦 这中国人 所以中国的语言文字 在古时候讲究四个字的标准 叫简要响民 简单 还要详细 还要明白 这样的言语 好言语 这样的文章好文章 可是印度人不一样 印度人真的不厌其反 我们中国人讲东西 没有重复的 文章有重复叫雷同 那不是好文章 但是佛经不是 佛经是一遍一遍重复 这个重复有好处 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讲 好处大了 那个简要响民真的绝对上上根 中下根的上 一遍没听懂 再就听不到了 不像佛经 你一遍听不懂 没关系 后头还有好多次重复 你慢慢学的时候 总会听懂 这是佛的慈悲 比孔老夫子慈悲多了 孔子孟子没有佛那么慈悲 要求很高 所以菊叶 菊叶语 而不以三于反 孔老夫子就不教你了 你个人太笨了 像这个房子一样 告诉你这个角 是直角九十度 你就想到那三个角也是一样 你要没有想到 一样一样的来跟你教 孔老夫子不教你 那人太笨了 可是释迦牟尼佛很慈悲 他教你 他会教你这个九十度 看看那边 那边也是九十度 他不愿其反 从这个地方就看出 佛的慈悲 所以学佛 说老实话 比舍儒容易 因此佛教到中国来了 佛教是教育 佛教教育 比这个儒家教育发达 为什么呢 他方便 他随随火 上中下三根 上上根 下下根 他都教 孔老夫子 教学 那是 总的 这个 这个 中上根 以上 中上根 以下的 父子就不愿意教了 现在你太笨了 这是佛教在中国 这个教育在中国 推行 能够普及全民的 一个因素 这显示 他的爱心 这显示他的爱心 所以说 我们来看